如风说梦幻,八卦天天看 1.百尘买116伤神器刀 近日,159老板百尘买下了一把利化生神器 打满15段宝石之后将达到1116的总伤 只可惜在转成大唐或仕托领事后 这把刀将会减少40多点的伤害 2.梧桐出145级别环圈 梧桐在直播过程中 又一次帮助老板追梦成功 鉴定出一把145级别环圈 并且初始伤害报到了528点 仙族能用的无级别武器 在X9一直都是最畅销的 3.120第13速度戒指上架 梨水雪山新上架了一个1203速度戒指 主属性25防御 初始速度达到了38点 在同类型戒指当中排名第一 4.玩家喜提三界梦卡 来自一位热心粉丝的投稿 他在前段时间官方举办的梦幻人生活动当中获奖 领到了一张非常有纪念价值的三界梦卡 5.新出160布膜水清双剑 净嫌门狗托玩家逆袭 鉴定出一把160的水清布膜双剑 出伤达到了598点 这把武器给高端五开的女儿村使用 真的是太香了